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食卫局最快明天发通告 强制所有院舍员工两星期内做检测 未来也会要求每星期检测一次 员工不做就不让上班 疫情至今有过百人死亡 三成来自院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早前几轮的院舍自院舍检测 最高检测率达到8成6 之后回落到6成8 为了保障长者的安全 当局将会强制所有院舍员工做检测 之后也会恒常化 暂时我们现在草拟在12、14日之前 要去做这个检测 暂时拳免了几间利路 根据专家所说 你早三天做一次 暂时我们的目标 第一轮是两个星期 在这个情况 现在可以第二轮 最迟第三轮都要每个星期做一次 头两个星期里头 我们尽量劝语 再不然就要罚 再不然就真的不能上班 他又说政府正是密释地方做流动检测站 由医护人员坐仰 安努业界就认为 强制员工检测是无可避免 但担心影响院舍的运作 当每一个星期都要安排一些职员 去到社区的检测中心做检测 我们都有一些担心的地方 包括了人手的安排 安排的一些主职人士 自行在院舍里面做一些採集的话 去做检测 会不会一方面 我们要提高参与的比例 达标呢 精准度也都可以做得到 安努业界认为 为强制性检测 定定情处性的措施 属于合理安排 相信院舍员工的检测率 会比自愿检测的时候大大提高 无线电视记者蓝细新报道